农业人口老化问题 农友每年维持田梗的形状还要除草是相当的不容易 更加别说还要老农来定期维护田梗 为此金山区六谷里有一位农友是发明了应用玻璃纤维 来打造耐久又贴近生态的田梗 让田梗不但好照顾也相当具有观光性 随着人口老化趋势 农业人口也面临老化的问题 对于耕田的农友而言 每年维持田梗的形状还要除草是相当不容易 更别说还要让老农来定期维护田梗 为此金山区六谷里有一位农友张青郎 发明了应用玻璃纤维来打造耐久又贴近生态的田梗 让田梗不但好照顾也相当具有观光性 是用木板还有玻璃纤维加食用级的素质下去包起来的 它的好处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做起来以后 里面可以放这个泥土 然后上面可以种草皮 或是说我们台湾原生种的一些金钱草 让它这个田梗它以后它就不必说再除草了 它也可以防止一般的杂草 可以见到生态田梗左右两边分别是旱田以及水田 泡水日晒都没有问题 加上种植高尔夫球场专用的草皮 干净方便照顾也增添观光性 让民众清土也可以不用沾染到田土 而打造生态田梗的成本更是一般田梗的一半 它这个成本也是很低 是一般我们这个水泥田梗的一半的价格 只有一半的价格以下 它是不会有产生那个温室效应的 然后它让每个人都可以来这边休闲 我的理想是说 把我们这个台湾的那个农田把它公园化 把它公园化 让大家都能享受这个田园之肉 六股里也可以说我们金山区是平原 尤其稻田之前非常非常的多 现在尤其是机械化的来源 所以说重新整变田梗有必要前面去推广 因为兼顾美观兼顾环保 这个材质是经过国家检定合格 绝对安全的 所以前面推广 有意大家身心的健康 生态田梗在今年即将迈入第三年 从去年的农作物检验通过之后 六股里长也期待透过生态田梗的打造 减轻老农的负担 也期待透过生态田梗的推广 为农友的土地增添观光元素 让六股里发展农业也同时发展观光 记者廖平函金山采访报道